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20日返回其出生地 江西省吉安市 香港《明报》报道该消息后 大陆大白新闻称 据江西吉安白鲁州中学 4月22日官微消息 曾庆红出现在江西吉安 一微博网友发出了几张照片 但并未提及曾庆红 而是称 江西省委书记刘奇 吉安市委书记胡史忠等一批领导干部陪同 视察吉安市白鲁州中学 报道称 曾庆红见后视察吉安市白鲁州中学 卢林生产员 并附增是祠堂拜祭 《明报》引述网民说法指 视察当日从永和连新大桥 开始到吉安宾馆 一路交通受管制 网民感叹 退下十年有余 官微犹在 曾庆红此时现身 官方并未高调报道 但其选择日期和目的 则引发猜测 曾庆红1937年8月20日出生 那一天正好对应农历7月15日 中元节 又称鬼节 民间说法指 7月半鬼乱窜 民间有说法指 这一天出生的人大多是地域里面的鬼头胎转世 曾庆红此次的所谓考察 也选择20日 因此有分析称 他附增是祠堂拜鬼魂来了 曾庆红2008年退休 曾在2014年三度公开露面 此后销声匿迹 2015年曾庆红荣登中亲王搜索防守 当年中纪委 大清裸官姓亲王的作风问题 被认为是暗喻曾庆红 正当外界盼望最后一位铁帽子王 也会如周永康锒铛入狱的时候 风波平息 并随即在中共2017年19大上 披露出西江协议 曾庆红被调查的传言完全破灭 而这一次曾庆红出现 愁愁满志 几乎得意忘形 更不排除看习近平笑话的用意 值得注意的是 4月23日 是中共海军建军70周年 军方届时将在黄海 举行大规模海上阅兵 习近平将亲自检阅 新唐人在报道中 特别提到胡锦涛当年 在黄海视察的惊险一幕 震惊中外道德黄海刺库事件 因此 曾庆红此时露面 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 我现身过我在 叫本习近平当局的一位浓厚 而另一个猜测则是 江泽民不妙 曾庆红现身打气埋下伏笔 巧克的是 日前网络上的一篇文章 似乎暗示了曾庆红赴曾氏祠堂 败业鬼混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钱命太多 哀求冤魂宽恕 文章称 曾庆红设局暗杀前主席 中共元老们心有余悸 曾庆红是江泽民时代 红德发子的二号实权人物 将执政时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都被指是曾庆红策划推动的结果 前中共主席杨尚昆当年在北京301医院 击敲神王 据报是被江曾和谋暗杀 301医院是中共军队总医院的简称 负责中共高官的医疗保健工作 许多中共高层官员都在这里疗养和治疗 然而在许多知情人的眼中 却是神秘的高深莫测 特别是中共的那些元老们提起 该院更是心生恐惧 心有余悸 该院除了治病 也是过去中共元老们 以治病的名义在301医院里面 进行密谋筹划应对证局变化的 最佳掩护场所 特别是专说去中共领导人的南楼 更有着许多不显为人知的秘密 据报道 301南楼 从外表看来 与其他内外科病房楼无异 但却是整个医院保卫最严密的地方 没有出入症不允许进入 门口两侧除了警卫杠哨外 周围还有三人一组的流动哨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李先念 王震都先后在该院里治疗过 而王震在四人帮最活跃之际住进301 形式上是住院 实际是利用住院掩护 与陈云 邓小平等人暗中联系 筹划推翻四人帮 实际上 301还扮演着双面刃的角色 在这个神秘的地方 中共元老们既能以治病为名 密谋划策 同时 301一般归中办主任管理 而中办主任的角色 相当于最高权力人物的大管家 不听话的人 或许在中共内斗中 以治病进301 也就被政治对手掌握了生杀大权 1998年秋 身体没有什么大病的杨尚坤 因感冒住进了301总医院后 突然去世 外界普遍质疑杨尚坤之死和江泽民 曾庆红在301医疗上动了手脚 有关系 有稿媒更是直指 杨尚坤死于江曾和谋暗杀 资料显示 杨尚坤曾任中共主席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 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也是邓小平支持者之一 据报道 在江泽民和曾庆红密谋下 理解了邓小平和杨尚坤 杨白冰兄弟之间的关系 杨氏兄弟在中共十四大被夺去军权 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 杨尚坤先后从中共政治局 居委和国家主席职位退下 1993年 杨白冰也从军队政治部主任正式退役 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 曾在书中披露 邓小平主政时 杨尚坤与江泽民早有分歧 当年邓小平为了死后六四问题不被提出 没让江泽民下台 邓小平死后 杨尚坤就下台了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也曾在书中表示 当年邓小平难学讲话及两次去首钢讲话 都表明邓小平对江泽民很不满 显示出邓要解决江泽民的问题 在那个时期 江泽民心里非常不安 许多工作都停了 因此 杨尚坤万里误以为邓小平要换掉江 便做出以杨尚坤为首组成中共中央顾问小组的决定 以代替邓死后做最高权威 书中说 但在最后一刻 邓小平权衡利弊 为了六四问题不被清算 没有动江泽民 杨尚坤失算而下台了 再加上杨尚坤过去对江不尊重 所以后来处境很悲惨 江泽民其人一说披露 杨尚坤对江泽民在军队中胡作非为一直不满 经常在老干部聚会上数多 指责江泽民 将和曾庆红密谋正阳下台后 将恨心虚 曾庆红则认为杨留着终归是个麻烦 但邓小平活着时不宜动手 1997年2月邓小平死后 江泽民担心杨尚坤在军中的影响力 决定利用军方301总医院除掉杨尚坤 1998年秋 301总医院完全被江泽控制 当时杨尚坤因感冒住进了301总医院 并于1998年9月14日凌晨突然去世 民间盛传 杨是被害死的 书中说 江泽民把301总医院的改造视为大问题 因为中共元老中很多人看不上无德无能的江泽民 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江毫无办法 不过江曾看清了一点 就是人老了 总会有病 于是想到利用医院讨好中共元老 还可以操控这些人的生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坚